烏克蘭總統 周日開除了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巴 以及安全局局長巴卡諾夫 澤連斯基說 兩人屬下有650多起叛國和夥同案件 其中60例涉案官員在俄羅斯佔領的地區對抗自己的國家 當局正在對總檢察長和安全局進行調查 澤連斯基表示 叛國案數量之多 暴露出俄羅斯滲透烏克蘭問題嚴重 他舉例說 南部港口地區赫爾松 3月初迅速落入俄軍手中 而基辅激烈反擊 最終迫使俄軍撤退 對比鮮明 其背後原因可想而知 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蘭至今145天 澤連斯基說 俄軍發射了超過3000枚巡航導彈 以及無計其数的大炮、導彈 周一 歐盟召開外長會議 宣布歐洲和平機制 將軍援烏克蘭第5批武器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周一表示 俄羅斯阻止烏克蘭鼓出口 導致世界上許多國家糧食短缺 他認為本週有希望達成協議 解除對奧德薩和其他烏克蘭港口的封鎖 歐盟高級官員表示 歐盟周二將討論加強制裁俄羅斯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宇威綜合報導